一首歌让他狂赚几个亿,如今病逝,歌曲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 潘安邦,也许不知道他是谁,要说出他的歌那是家喻户晓,相信大家都听过。 潘安邦,1961年9月10日出生于台湾澎湖县,台湾男歌手。 197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 1980年发行第二张专辑《年轻人的心声》。 1981年发行第三张专辑《聚3.11》。1982年发行第四张专辑《回家》。 1983年加盟新加坡东迷唱片娱乐机构,并发行专辑《几口,过客,闭上你的眼》。 1984年发行第四张专辑《我没有罪》。 1989年获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,并演唱歌曲《外婆的澎湖湾,太阳与月亮,跟着感觉走》。 2083年发行第四张专辑《回家》。 2003年发行专辑《思念总在攀安邦》——新许佳精选。 2005年荣登全球华人摆明里上旅行人物榜。 2007年发行专辑《潘湾帮黄金岁月记录》。 2013年2月3日因并逝世,中年52岁。 。 早在当年,潘安邦还是非常火很有名的时候,那个时候呢,潘安邦经常被网友和费玉清一起相提并论。 那时还是作为一名偶像派歌手的他也唱了不少出名的歌曲,当然最著名的也就当属外婆的澎湖湾了。 说到这首歌,那就给大家讲一下这首歌的传奇来历吧。 当时为了潘邦的第一张专辑,叶佳修和潘安邦谈了一整个下午。 潘安邦把他一生中认为最重要的事都告诉了叶佳修,包括潘安邦从小跟住外婆长大的事,潘安邦的外婆住在澎湖湾边上,潘安邦小时候每天都到外婆家跟外婆聊天,帮外婆干活,挽住外婆的手到海边看夕阳。 叶佳修会觉得这种祖孙之间的情感很特别,所以就写了这首歌。 歌手潘安邦遗体告别式举行爱妻搂儿子痛哭。 这首歌还等上了央视春晚,平级浓浓的亲情感染了所有人,迅速火遍全国,潘安邦也成为了春晚的第一位台湾艺人。 可惜在2013年她因病去世,享年52岁。 我们至今还能深深地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感动。 还有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感动。 我们后来就插 Kontakt。 我们俩婷了。 我们先站在一起,跟 bars通缩给我们的感动。 我们先处理一下。 我们下足。 Besekic。 我们下足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